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本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人老腿先摔,五个动作增强腿部力量 养身护腿更长瘦,让你八十岁还能跑 人体摔老的时候往往都是从腿部先开始的 腿部的表现特别的明显 俗话说,肃老更先哭,人老腿先摔 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疾病的发生,都与腿部有关系 不得不说腿部很重要 在生活中,不管是行走还是跳跃 还是一些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活动 都需要腿部的配合 腿部具有身体内最大的而且最坚固的关节 医生都在支撑身体的运转 大家都知道腿是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而双腿就是上身心脏和下身心脏 连接的主要枢纽 血管和营养会经过双腿 这样来维持全身的健康 所以说,健康的腿部是保证我们正常生活的基础 如果是腿部的肌肉机能下降 骨骼变形 那就会对我们的行走能力 生活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合理的保养我们的腿部 对于我们保健全身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有哪些的行为 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腿部的健康呢 看看你有没有在做 第一个加速腿部衰老的行为就是翘二郎腿 翘二郎腿是大部分人的习惯 虽然这个行为很不雅观 但是一旦形成这个习惯 就很难的更改 翘二郎腿的同时不仅影响自身的形象 还会影响腿部的健康 这个动作会阻碍腿部的血液和淋巴循环 从而引起腿部出现肿胀 长时间下去就会形成大象腿 并且在翘二郎腿的时候 腿部的膝盖是处于弯曲的姿势 长时间下去 小腿的外侧就会出现麻木和疼痛感 就会引起静脉曲张 严重的还会引发血栓 第二个就是久坐不动 对于办公室上班的一族来说 长期久坐是常态 虽然长期的坐着很舒服 但是如果坐一天的话 那么就会感觉到浑身的肌肉劳累 虽然坐着的时候 大部分的肌肉都处于放松的状态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放松 这个时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 对肌肉的力量还有弹性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久坐不仅会导致腿部的衰老之外 还会引起腹部的坠肉增长 引起下半身整体的发胖 在生活中不难发现 长期久坐的人 无论是脊椎还是腰背部都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那么就会出现下肢腹肿 静脉曲张等等这些问题 第三个就是穿高跟鞋 很多时候高跟鞋很高 8到10公分都有 那么这就会增加整个的腿部的一个负担 更严重的是高跟鞋会改变人体的一个站立的重心 那么这样子对于膝关节骨骼 对于脊椎其实都是造成巨大的压力的 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各种的腿部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不规律的饮食习惯 很多时候很多人吃东西不注意饮食 那么这样子其实对于我们腿部的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 比如说缺乏钙呀蛋白质维生素D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萎缩 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种饮食的均衡 除了要补钙蛋白质维生素D的摄入 其实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为它是有注意钙的吸收 还有骨骼的健康 第五个就是缺乏运动 现在社会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很多人都是没有进行一个腿部的锻炼的 缺乏对腿部的训练或者是锻炼 都会导致我们的腿部的肌肉 它的一个活动量不足 那么弹性力量就会下降 这样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行动不便 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的下肢肌肉 都会出现一个萎缩的情况 第六个就是吸烟 人都有长期吸烟这种坏习惯 长期吸烟会导致血管的收缩 血的粘稠度增加 从而就会增加血栓的形成风险 特别是下肢血管当中 出现这种毒涩的情况 这就会导致我们腿部的主肌 出现了缺血缺氧的情况 这样就会导致严重的血循环的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 如果长期的积累下来 都会对我们的腿部健康造成了伤害 发受了腿部衰老的速度 我们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去改变这些不良的习惯 二 人老腿先衰 五个动作增强腿部力量 让你的腿脚灵活更有劲 第一个动作就是干洗双腿 平时没事干 睡觉之前都可以做 这是用自己的双手抱住你的一条大腿 然后从大腿根向脚踝轻轻的按游 游到脚踝之后 再远路的返回的按游 重复15次左右再换另一条腿 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 有利于关节的灵活 延缓肌肉力量的流逝 预防静脉曲张和肌肉萎缩等的症状 延缓双腿的衰老 第二动作就是按游膝盖 举坐式 双手放在膝盖之上 顺时针和逆时针分别的按游20圈 这个动作可以缓解膝关节的酸痛 以双腿无力 第三个就是怀蹦练习 您可以躺或者是坐在床上 下肢伸展 大腿放松 缓缓地勾起来脚尖 尽力使脚尖朝向自己 至最大限度时保持10秒钟 然后脚尖再缓缓地下压 至最大限度时保持10秒钟 然后放松 这样的一组动作完成 稍休息后 可再次地进行下一组的动作 反复地伸去踝关节 每天可练习3-5分钟 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的 血循环和淋巴回流 帮助消除下肢的肿脏 还能够活动小腿的肌肉 避免肌肉的萎缩 而且还是预防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一个 最方便经济有效的方式 它也适用于久坐久站人群 比如长时间的乘坐飞机火车 或久坐办公室者 都可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 第四个动作就是点脚 其实这个动作比散步还简单 可以通血管 强骨骼 护腰肾 也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 随时随地都能做 先我们保持身体力证的姿势 两脚并拢 双手放大身体的两侧 然后慢慢地点起脚尖 用脚趾紧紧紧地抓住地面 再保持两秒 然后将重心从脚尖落到前脚掌 放松身体 最后做自由落体的运动 让脚跟轻撞地面 引发油和的震荡 两腿上传到上半身 点脚的频率控制为3-5秒一次 每次持续1-5分钟 感觉到脚底微微发热就好 可以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中老年人如果行动能力较差的话 点脚旁边最好是有稳固的东西 可以用来扶着 第五个动作就是脚趾伸展操 将脚抬起脚跟着地 把所有的脚趾都紧紧地抓住 扣紧 5秒后再用力地打开 10个脚趾都要尽量地展开 所有的脚趾都不能挨着 坚持5秒 然后放松 不持重复地做1-3分钟 通过脚趾的伸展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地促进 腿脚部的血液循环 让淋巴以老废旧的物质的代谢 都能更好 经常练习以上这些动作 能够让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更好 腿脚更加的灵活 有力量 这些简单易行的腿部锻炼方法 可以给你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 希望大家要立即的练起来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 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